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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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塊 最後一塊我們要介紹的是 Interprocessed Communication 俗稱 ITC 也就是 process process 我們現在可以create 可以cure 所以接下來你真的在使用 process 的時候 你通常會需要的就是溝通 所以他們有時候 並不是很單純的自己做自己的事 很多時候你需要去 讓他們之間要溝通 然後去兜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系統 所以你就會需要一些 communication 的這些 method 好 這只是定義 所以 IPC 的定義 就是在多個 process 甚至於說 threats 因為我們說在 OS 的世界裡 OS 自己看到的話 有時候 process 跟 threat 是不分的 使用者當然知道 什麼是 process 什麼是 threat 但 OS 它有時候 並不是那麼嚴謹的在做區隔 所以當它內部 它要去溝通的時候 這些統稱都叫做 IPC 就是這些溝通的機制 所以我們會介紹一些 在 OS 裡面它有提供的 這些溝通的 service 或者這些 system code 好 這個不需要背 這是 independent process 就是 process 沒有溝通的 process 那 cooperating 的 process 這個其實很常見的 如果你在 implement 比較大的系統 比較大的程式的時候 就是 process 跟 process 需要 靠過 IPC 才能夠完成的 那其實比較大的 甚至於說所有的網路 所有網路的這些程式 它都是 cooperative 的 對不對 因為你都要溝通的 那溝通的目的 大概可以想見到 information sharing 對不對 像是所有的網路的程式 都是這樣 所以並不限制於一台電腦 這種甚至於 我們大家會看見 Socket 也是屬於 IPC 裡面的一種 semester 再來呢 平行程式 如果現在有注意到的話 我們去研究所有開 大家大肆的話 或許可以考慮 就是透過很多的 process 或很多 threats 來解決同一個問題 做一個同一個計算 所以可以加速 那因為他們是解同一個問題 當然 難免都會需要溝通 第三個 方便 所以就像 web server 像 web server 的話 它因為很多 user 進來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所以 它就會希望 那每一個人 就對到一個 process 或對到一個 threats 所以它會很容易的 去管理這些 connections 最後 modularity 指的是什麼勒 最標準的例子就是 micro kernel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介紹過 micro kernel是 modulized的一個 OS 它把所有的 component 放到 user space 透過 IPC 來做溝通 所以我們的 kernel 它可能只需要提供 IPC 的服務 然後讓這些 module 這些 component 自己去溝通 好 所以其實可以想到滿多的例子 其實是都會需要用到這個 IPC 這件事 那怎麼樣它溝通呢 這個我們之前介紹過了 所以我們現在再把它強化 再講更多一些 所以在OSA 它提供的這個 communication 或是這個溝通這一塊 一定 基本上你用 memory 的概念來分的話 它要嘛就是叫 share memory 要嘛叫做 message passing 所以我們之前講過 可能不用 repeat share memory 就是 你有一塊 memory 空間 它是 share 的 兩個人都可以直接用 pointer 去 access 它 同時做 rewrite 等等 都不以違反 就是 programmer 自己去用它就對了 去管理 另外一個就是透過 memory 的 copy 所以這個 copy 的概念 其實就像是一個 message 在傳遞一樣 所以在一台電腦裡面 或許你會比較覺得像是 memory copy 可是這個概念 如果我們把它擴展到跨電腦的時候 那就比較像 message 的 passive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更覺得是一個訊息 然後再傳遞 就像 email 對不對 所以其實像所有的網路的層次 這些 socket programming 大家聽過的這些 其實都是透過 message 的 passing 的 對不對 然後把封包透過網路傳到 甚至於是另外一台電腦 上面的層次來做溝通 好 然後 這兩個做法其實是蠻不同的 對不對 所以 share memory 這邊咧 最討厭的就是它的 synchronization 我們會有一個章節 好好的幫大家來講一講 等一下我們有一個基本的例子 先看一個 solution 這是它的最大的缺點 很難解 它的好處就是快 我們講過了 然後它是透過 memory 的 address 來 access 你的 data 所以其實你在 programmer 自己也可以感覺得出來 你在用 share memory 的方式 是在做 programming 還是 message passing 如果你用 pointer 那你就在用 share memory 了 如果你 call 一個 function code 上面說 send receive 或是什麼 setup connection 那個就代表你在用 message passing 對不對 好 那 message passing 就反過來 就是 基本上它用 send 跟 receive 的 message 的方式 所以它必須要透過這個 system code 然後又要做 copy 所以通常會比較慢一點 那但是 如果你的資料很小 或者說你不會去 不需要去碰到這些 synchronization 的問題的話 因為你不需要做 locking 然後後面講一些很複雜的東西的話 有時候 message passing 反而會再快一些 就是當你溝通的太複雜的話 你用 message passing 可以去避開 synchronization 的問題 它的效能有時候是可以比較好的 所以也是 depend on 你要做的事情 是哪一種模式 是哪一種 model 比較適合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要跨電腦 當然沒有選擇啦 跨電腦 通常都是用 message passing 但是如果你在同一台電腦 像你在寫那種 multi-square programming 的話 有時候或許你也可以考慮用 message passing 不過現在一般來講 大家判別就是你 一台電腦還是多台 你溝通的人數是多還少 多很複雜 你就會想要 message passing 人少 資料傳輸很少 這個 communication pattern 很簡單 很容易解 你就用 share memory 可能就會比較快 好 但我們這邊要介紹的是這個 根據兩個這個 model 在上面 所以我們的 OS 就提供這兩種 但是你要用 message passing 我到底要怎麼 passing 對不對 share memory 就是 thread programming 我們會教 那 message passing 這邊來講的話 你當然不可能直接 call system call 所以我們就像我們 OS 有 API 所以會一層一層的把它包起來 讓使用者比較好 用那樣子的方式溝通 但又不用 call 一堆 system call 我們 OS 就喜歡做這種事 對不對 所以 message 來講 最常見的大家都聽過的 socket 我也講好幾次 assuming 大家聽過了 因為現在網路太頻繁 大家應該都有接觸過了 另外一個叫做 RPC 或許各位可能還沒接觸過 但事實上很多大型的 比較大型的系統 尤其需要跨電腦的分散式系統 都是用 RPC 這樣子的一個 method做 programming 就像有所謂的 socket programming 那也有所謂的 RPC 的 programming 不同的 用這些 API 去做 programming 就對了 好 Socket 大家很滿熟的 對不對 或是非常建議大家 因為這很基本 如果不是很熟 一定要去修一下網路的基本的 programming 寫一下 socket programming的程式 那 socket 的重點就是 它去 identify 一個使用者 對不對 的方式就是透過 IP 跟 port 它純粹網路的角度 所以我們知道 IP 通常指的是什麼勒 在電腦世界裡指的就是一台電腦 對不對 不難想像 port 什麼是 port 我們知道 HTTP 都是 8088 對不對 然後 FTP 就是 21 對不對 所以都有一個 port number port number 指的是什麼 port number 指的是 process 其實 port number 指的就是 process 所以你會發現任何一個網路程式 它去用 socket programming 的時候 它第一件事情是 它要去 find 到一個 port 上 因為這樣 OS 就知道 這個 port 來的風包 就是交給那個 process 然後那個 process 自己再去做剩下的事情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看見 這兩個就在 identify 在我們的網路世界裡 哪一台 host 然後上面的哪一支程式 所以絕對不可能有兩個 process 可以綁到同一個 port的 case 因為那就沒有辦法做分別了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絕對不會發生的 所以它用這種的方式 就可以讓任何地方的兩支程式 透過 socket 開始做溝通了 好 那溝通的方式咧 Socket 的溝通方式是非常 比較 low level 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是給一個 message 非常標準的 一個 message 裡面 就是一堆 string of bytes 而已 所以我也沒有資料型態 所以大家如果寫過一些 HTTP 的就知道 那個 content 裡面 body 裡面 message body 裡面 就是一堆 bytes 而已 sender receiver 自己要溝通好 才能夠去解讀裡面的內容 所以並不是傳一個 integer 或是傳什麼 data structure 給你 對不對 這個就是 socket programming 因為它很 low level 你要有 data structure 你用其他的方式 好 這就是 socket 我們當然這堂課 沒辦法去寫這個 programming 但是 大家要先知道 這就是 IPC 裡面的 我們 OS 有提供出來的一個方式 message passing 包起來的一個服務 另外一個咧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說的 remote procedure code 所以跟 socket 的最大不同 exactly 就是這句話講的 socket 很 flexible 它非常的 low level 就是 string of bytes 可是大家都寫過 program 都知道我們喜歡 function code 對不對 我們總是在找 function code 所以今天其實兩個 不同電腦上 或者不同 process之間 要溝通的一個方式 你也會希望的就是用 function code 也就是說 我們知道每個 program 自己有自己的 function code 那我們今天要用 inter process 溝通 如果我能夠直接也 call 你的 function code 那就溝通的話是最好的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它叫做 remote procedure code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可以去 call 一個 procedure code 而且這個 procedure code 是 remote 也就是說它是在另外一個 process 甚至於是另外一個電腦上的 process 這個就是 RPC 的目的 所以這其實當然是一層 API 所以是 based on system OS 的一些 system code 然後再去搭上去的 然後最後 explore出來一個 RPC 的 API 讓使用者做 programming 所以它的這個 如果用 RPC 的好處 就像右邊這邊看到的 所以我們的 server length 指的就是 provide 這些 method 的那支程式 所以它會定義一些 function code 那我們當然沒有 detail 但是透過這個 package 這個 library 你就可以去告訴 你就可以 register 說哪些 function code 是 RPC 是可以提供讓人家去 call 的 然後當然跟 sake 很類似你要去 setup 你的 port 還有一些東西 那重點是你的 client 端 用了這個 RPC 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 call 某一個 server 它上面的 function code 而且重點是這個 這個 input 跟 output 的 argument 它是有 data type 的 所以它不是一堆 bytes 而已 所以你會定義它是 integer 還是 floating point 是有 type 的上面的 然後你可以去 return 一樣 是有 type 所以就比較像 你就 programmer 就不會 不需要去 care 了 它到底是在哪一台電腦 或是在哪一個 process 反正就像 call 一個 function code 一樣的方式去溝通 這個就叫做 RPC 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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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剛剛是 RPC 的部分 那 share memory 這邊 我們說的其他主要就是用 thread programming 的方式 那這個 share memory 它基本上你要用這個方式的話 你要的條件就很單純 也沒有什麼 API 因為它就是 memory access 就是 direct 的 所以它唯一要用這個方式的唯一的條件就是 你要有辦法去 create 一個 share memory 的 region 出來 就是你要有一塊 memory 的空間 是這些 process 跟 OS 都知道 它們是可以共用的 那 那 這件事情 其實 by default 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我們知道 OS 的 protection 的機制 所以不同 process 是不可能會有 share 的 region 跑出來的 所以說 我們等一下會有簡單介紹 System code 給做人知道這件事 但是基本上這個要去溝通的這些 process 它們要自己去 code system code 去 create 出這一個 region 出來 叫 OS 幫忙去 create 出來 而且 透過這一個 region 這個 memory region 去溝通的這些 process 同樣也要再 code另外一個 system code 叫 attach 然後跟 OS 講 我去用這塊空間這樣子 所以全部都是在 OS 的管理之下 也簡單講就是 你不要這些 system code 去告訴 OS 哪些 memory 的空間 是可以被 share 的 那 code 完這些 system code 之後 這個 region 被 create 出來之後 OS 就什麼事也不幫你 所以這個使用者 必須要自己去決定 怎麼樣去使用這一塊空間 因為它就是一堆 bytes 而已 所以你要放 可以什麼樣的 data structure 或怎麼樣用這些 pointer 來去 access這些 data 是兩邊溝通的 process 自己要說好的 OS 都不負責了 對 OS 而言 上面的 content 是什麼 它都不管 反正 你們要去 access 它不會去 dub 就可以了 它只是負責這件事 所以使用者要自己去決定 到底要怎麼去管理 跟使用這塊空間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synchronization 也就是說如果有兩個以上的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process 同時想要對這塊 content 去做 right 的動作的時候 通常會產生 synchronization 的問題 也就是你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這個蠻直觀的 對不對 因為一個人說 比如說我們把一個 counter 大家會有例子 一個 counter 的 variable 放在這個空間 讓大家知道裡面 到底有多少 element 一個 process 負責把東西放進去 所以它會做 counter 加加 另外一個人把 counter 拿出來 所以它就會做 counter 減減 加加減減 大家覺得好像沒什麼 5加3 5加1就變6 再減回去就變5 可是當兩個人同時 執行加加減減的時候 我們後面會有 synchronization 會有很仔細的例子 答案不是4 就是5加1再減1 答案可能不會回到5 它可能會跳到3或是6 我們之後會講 因為 register sharing 的一些問題 同時 write 的時候 那個值其實是你是無法去 就是它的可能性 不是你 program statement 看到那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 statement 加加其實會變成好幾行 assembly code 對不對 所以這些 assembly code 混在一起的時候 那同時又 share 同一個 memory content 會出問題 所以其實這些部分 重點是使用者要處理就對了 就是 synchronization 這個很討厭的東西 使用者要自己想辦法 好 我們就直接用一個例子 share memory of programming 的感覺 怎麼樣去 address synchronization 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用一個最標準的例子 叫做 consumer 跟 producer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一支程式負責去產生 information 另外一支就負責把它 consume 把它拿掉就對了 那具體的例子就像這樣 假設我們有兩支程式 所以這兩支程式 不一樣的程式 那但是咧 我們在共用這一塊 memory 的 buffer 怎麼 create 那個我們就跳過了 反正 system code 你有辦法 create 就對了 那 producer 他的目的就是 他會不斷的放這些 content 進去 所以這邊顏色深的就是有東西的 那就是 producer 就是不斷的寫就對了 那 consumer 呢 他就會把資料把它拿出來 所以就會把資料讀出來 所以他會把一個一個拿掉 那為了要去透過這個 buffer 這個 buffer 你要注意到它的 size 難就難在這 它的 size 是有限制的 只有 big element 可以放進去 因為 buffer 通常都是有線的 這是常發生的 可能很大 可是還是有線 所以當我們兩支程式 比如說透過這個 buffer 他們在做溝通 溝通就是把資料放進去 拿出來的動作的時候 那你要去管理的至少 像我們這邊這個例子來講 會需要的方式 就是我要定義這些東西 第一個 我要有 in 這個 pointer 這個是給 producer 的 所以他知道他要寫到什麼位置 那 consumer 呢 會有 out 所以就是他把資料讀出來 沒問題 那難就難在有線空間 所以你必須要判斷兩件事 才不會讓你的 buffer overflow 或者是做錯誤的事情 第一個 你要知道什麼時候 這個 buffer 是 empty 因為如果 buffer 是 empty的話 那 consumer 就不能夠再繼續 移動他的 pointer 然後拿資料 因為是空的嘛 空的你不能拿資料嘛 所以你要等 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要等 producer 所以 empty 是必須要能夠判斷出來的一件事情 負也是必須要判斷 因為就是反過來的 case 就是當我的 consumer 他的速度可能比較慢 那 producer 一直丟資料 有可能 buffer 就滿了 滿了你不能再繼續寫嘛 因為如果你再繼續寫 就會 override 原來的資料 那就完了 資料就 lost 掉了 對不對 所以對於 producer 而言 他必須要知道 什麼時候這個 buffer 是滿的 對不對 所以就必須要 empty 跟 foo 的概念 所以這兩個人才有辦法去共用這個 buffer 你不能自己一味的就一個 wire loop 一直在那邊寫 然後一個就 wire loop 在那邊讀 你要有判斷 那在這邊這個 solution 你可以看見我們這個例子來講 我們透過 in 跟 out 的判斷方式就是 如果是 empty 的話 in 跟 out 的值會相同 因為你很簡單 你看這邊對不對 我們把它拿掉的話 out 會往下移一個嘛 所以全部拿光 因 跟 out 會都在這一個相同 你就知道是 empty 對不對 滿 我怎麼知道是滿的 就是大家可以在這邊 對不對 一直加加加加加加 加回來之後 當我們的 in 的值加 1 然後 ma 的筆月 它可以回啦 回去啦 所以這是一個 run ruby 的架構 對不對 所以它會等於 out 的時候 我就知道它是滿的了 那你可能會問我 為什麼 如果你去模擬一下 這個狀況是什麼時候 就是當我的 in 的值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意思代表說 這一格 永遠是空的 因為如果我 in 這邊算有一個空的 然後我的 producer 他繼續寫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會發生 這個 in 的值會等於 out 對不對 可是所有都填滿 所以 in 等於 out 它有可能是 empty 有可能是 full 那我就完蛋了 我們兩個人溝通 就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這邊 付的時候它要加 1 因為加 1 的目的就是 我會事先挺住 我不會真的寫滿 因為如果我真的整個寫滿 你會發現 in 的 pointer 的值 又會等於 out 那這樣這個 condition 就不成立了 或者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了 對不對 那就完了 所以這邊為了要 synchronize 兩個 process 其實我們犧牲掉了一個儲存空間 才能夠去定義這個 relationship 所以這個是它的 這一個 solution 的缺點 我們未來會介紹 locking 的機制就可以解決掉這個問題了 就不會浪費掉這個空間 但是大家可以看見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shear memory programming 你要去 programmer要負責的 你要定義 我這個是一個 buffer 我有多少的 size 我用這兩個方式 statement 來知道它到底是滿還是空 然後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寫programmer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 其實會浪費掉一個空間 這個 solution 我們應該可以 看這個程式很直覺 所以根據我們剛才的定義 這兩邊要溝通的 programming 會長得像這樣 producer 就是 while 他是一直在寫 但是我們會利用我們剛剛說的 判斷它是不是滿的 如果是滿的話 那我其實注意 這邊是一個分號在這兒 所以滿的話它會等 就是所謂的bz waiting 一直在那邊loop這樣子 那只有不是滿的時候 它才能夠去寫 然後移動它的 pointer OK 那consumer 就是不斷在consume 可是要小心 如果in等於out 就代表是empty empty我就不能夠再把資料讀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 大家注意一下 分號在這邊 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問我 怎麼回事 注意一下分號在這兒 所以會卡在這一行 好不好 那只有當這個tondition 這個沒有發生的時候 你才可以跳出來 然後去做這個寫出去的動作 那中間你可以看到啊 像buffer size 除了要去這塊memory 這個shared memory region裡 除了存這個buffer之外 其實我們還要去存 in跟out pointer的值 還有這個buffer 所以這三個 這些就是你都要存在 shared memory裡面的資料了 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標準的 shared memory programming 就會像這樣子 那這個例子 我們大概沒有看到任何locking 所以我們到了第七章的時候 就會用介紹其他的locking的方式 然後重新來看這個example 然後可以使用到所有的memory 這個buffer的空間 好